你属于那种两可又两不可的类型 既不是爱人也不是闺蜜 既不像爱情也不像友情 友谊已满恋人未到 所以你才不愿意跟她结婚 视频里被土蕾说是两不沾的女人 就是今天的女主角敏大姐 她和对象蒋大哥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让土蕾直言两人友谊已满恋人未到 这还要从两人谈恋爱说起 敏大姐一直想领正结婚 可蒋大哥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迟 这让敏大姐任无可以忍决定分手 我一直想要去领证 她都不同意 恋爱多久 认识到恋爱有一年多了 认识的时候在八月份 我们在一个相亲群里面认识的 但是聊聊得来 就互相加了微信 两人通过相亲认识 这不加了微信后两人一来二去 越聊越合拍也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本来说好的半年后两人领证结婚 然而答应得好好的 想大哥突然反悔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以后 看得出蒋大哥就是不想和敏大姐结婚了 不然说好的领证不会一推再推 要不说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话 还不如相信母猪会爬树 这不怎无可忍的敏大姐直接提出了分手 看着还在不停抱怨的敏大姐 将大哥说出了不想领证的原因 因为离过两次婚 第二段婚姻更是闪婚闪离 这让蒋大哥不想再重蹈覆辙 再加上第二次离婚到如今已经单身二十多年 这让蒋大哥已经喜欢了一个人的生活 因为两人都离过婚 蒋大哥觉得两人应该慎重才行 毕竟五十多岁了也堵不起了 然而面对蒋大哥所说的理由 敏大姐显然不认可 那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因为最近几个月 她就每天和前妻啊 视频啊 聊天啊 我一跟她说话 她就很不耐烦 老对我发脾气 好家伙这还和前妻有段丝连 每天和前妻视频 对着敏大姐确实一脸不耐烦 这是个女人都不舒服了 显然蒋大哥觉得和前妻聊天没什么 我和前妻是一个单位的 都是交团厂里面的事情 再一个呢 儿子的开公司 或者是孙子啊 听不听话 孙子是美生要员啊 都是一些家常事情 前妻再婚了吗 前妻她没有办手去生活在一起 因为和前妻是一个厂里的 再加上两人有共同的儿子和孙子 这不联系也就一直没有断 而前妻虽然没有再婚 但已经有了固定伴侣 但是在敏大姐看来厂里那么多人 为什么一定要找前妻呢 明显就是有事情 20多年单身的这个时间里头 你跟你的前妻还有联系吗 当时微信联系还是有了 就是一直保持联系 微信联系 丁方联系 刚开始认识我跟她谈的时候 没有这么联系 最近几个月就是天天聊 天天视频 看得出蒋大哥离婚30多年 一直没有和前妻断了联系 然而在敏大姐看来 以前还联系不密切的两人 最近几个月天天视频 这让敏大姐很是不满 而更让敏大姐心寒的是 蒋大哥竟然买了快木地 和前妻准备百年后合葬 她说她和前妻买了一个木 我说你和前妻买了一个木 那我现在跟你谈 你说喜欢我 那我算什么是吧 这就怨不得敏大姐寒心了 是个人都不能忍受啊 合着口上说的爱我 实际上一直和前妻保持联系 就连死后都要在一起 面对敏大姐的心寒 蒋大哥敢忙解释原由 16年我跟我爷爷奶奶 去买木的时候呢 我反正一个人 买个木啊 和前妻买在一起啊 方便儿子生子以后的走动走动 但是我买木的时候 根本不认识她 因为买木地时和敏大姐还不认识 再加上儿子孙子 想着百年后能够方便祭拜 不得不说这波操作 直接震傻了众人 如果你们俩再次的走进婚姻了 这个你考虑过怎么处置吗 等我们取疑问证的时候呢 把她百年后的木 买一个 再给她单买一个 这个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木地都写好了自己和前妻的名字 即使以后和敏大姐在一起晚年 也只是给大姐单独买一个木地 这脑回路真是让人无语 这不敏大姐都听不下去了 只能说这是办得真是不地道 不知道的让人怎么看敏大姐 到死都没个名分 然而这还不是最让人闹心的 蒋大哥的女闺蜜让敏大姐更加恼火 我一回家我就看着她 搞里面那个黑豆打成粉 我说今天这个人怎么这么好 结果她把那个黑豆磨成粉 提了 到那个女闺蜜家里去了 开车送过去来负要一个多小时 她还一点都没跟我聊 为了让女闺蜜吃黑豆 蒋大哥在家里磨成粉 又是不在乎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去送 这让身为女友的敏大姐很是吃醋 本以为是给自己做的 没想到连点差都没给敏大姐留下 更加让敏大姐生气的是 女闺蜜买衣服都要征求蒋大哥意见 她女闺蜜买个衣服 发个视频给她看 如果说她说这件衣服不行 她立马不买 如果说这件衣服穿得好看 立马她就买了 不得不说这关系一看就是不简单 不知道的以为两人是情侣 敏大姐是那个外人呢 显然讲大哥觉得敏大姐想的太多 两人只是知心好友而已 你们干嘛不在一起啊 这么合适 不可能呢 每个人都有她的朋友 真心朋友 你是把她当成一个朋友 真心朋友 对对对 好像有敌意 我就看出来了 在讲大哥看来两人就是好友 可是在外人看来 女闺蜜就是喜欢讲大哥 再加上同为女人的敏大姐 更是在女闺蜜上感受到了敌意 不仅如此 讲大哥对于敏大姐也是很不好 我和我朋友讲好了 到平江去玩啊 结果我回家跟她说 我哪有时间送你们呢 你们自己去 打车去也行 这多远啊 那也只有两个多小时到平江 敏大姐想和闺蜜出去玩 希望讲大哥帮忙送一下 可是讲大哥不仅不愿意 还以脸不耐烦 这让一盆冷水浇在敏大姐头上 喝着给女闺蜜送黑豆都能来回一个多小时 送自己两个来小时就没空 显然讲大哥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要送货还要和同学聚会 这理由也是让人无语了 直接让敏大姐在闺蜜面前丢人 只能说旁观者轻霸 敏眼人都能看得出 讲大哥对于敏大姐并不是很喜欢 不然的话不会找各种理由拒绝了 显然敏大姐也很犹豫两人还能不能在一起 毕竟两人之间存在很多问题 前妻女闺蜜目的 哪样都是直戳人心窝子 而导师也是直接揭开了讲大哥的遮羞补 心里还住着旧爱的人 是无处安放心欢的 所以大哥我觉得不要因为孤独寂寞冷 耽误了别人 说白了就是把敏大姐当作备胎 只是如今没有找到更好的才想着将就 显然这对敏大姐很不公平 再加上骨子里缺乏安全感 因此即使不喜欢还想着把敏大姐放到身边 说白了就是自私只爱自己 有意以满恋人味道 所以你才不愿意跟她结婚 不是不愿意 因为在我们相聚之右 你如果愿意跟她结婚 如果你真的愿意娶她 你是万万干不出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这事 不得不说图蕾所说的很到位 可不是马敏大姐显然既不是爱人也不是闺蜜 就是典型的两头都不沾 有意以满恋人味道 因此才不想和敏大姐结婚 显然面对导师们的开导 两人都已经认清楚了彼此心中的地位 然而敏大姐的决定却还是颠覆了在场人的眼睛 只能说人就是喜欢沉浸在虚假当中 从你这几个月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呢 我是不可能和你还继续走下去了 我要考虑考虑 深圳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想想要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